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要分享 首先 前顶级齿轮主持人杰里米·克拉克森 在目睹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后 改变了他对气候变化的看法 承认之前的否认言论 竟是电视人格的一部分 接住 我们将谈论Spotify的CEO丹尼尔 艾克如何进军健康科技领域 推出了一家名为Niko Health新创公司 旨在通过全身扫描来改善疾病预防和寿命延长的诊断 最后 我们将探讨中国科学家 如何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系统 帮助医生在内窥镜手术中实时识别 早期食道癌病变 黑系统的识别率是医生肉眼停估的两倍 这些进展不仅展示了科技创新的力量 也为我们带来了对未来的希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今日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人们对于环境 健康和科技的关注日益增加 从名人到科技巨头 从创新技术到新兴企业 各方正采取行动应对这些挑战 让我们一起探索几个引人注目的故事 它们不仅展示了问题的严重性 还带来了一线希望 首先 独立报带来了关于 Jeremy Clarkson的转变故事 这位前Tapier主持人和Clarkson's Farm的明星 曾因对气候变化的轻视而闻迷 然而 随着亲眼目睹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Clarkson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 他承认改变的降雨和降雪水平 对他自己的农场产生了影响 并承认他之前对气候变化的轻视评论 只是他电视角色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 他仍然拒绝成为气候特使 并对政治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他还批评了气候活动家格雷塔·桑伯格 表示他不会被一个从未上过学的人讲道理 Clarkson的转变反映了 即使最坚定的怀疑论者 也可能因为直接经历而改变立场 紧接着 纽约时报介绍了Daniel Lake的新动作 Spotify的CEO不仅在音乐流媒体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现在还将目光投向了健康科技领域 爱创立了一家名为Niko Health新健康初创公司 旨在通过全身扫描来改善疾病预防和延长寿命的诊断 自2019年在斯德哥尔摩开业以来 Niko Health计划今年夏天在伦敦开设新的中心 IQ追踪自己的生命统计数据和健康数据抱有个人兴趣 并已在健康科技初创公司上投资了数百万美元 这一跨界潮市不仅展现了IQ健康科技的热情 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预防疾病和改善健康的途径 最后《南华早报》报道了中国科学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 他们开发的一种人工智能系统 能够帮助医生在早期阶段识别食管癌 这种癌外算法在内窥镜检查过程中突出显示食管上的病变 使医生能够实时检测到肿瘤和癌前病变 该系统已在中国数百家医院使用 结果显示其检测率是医生裸眼评估的两倍 食管癌是全球第七大常见癌症 也是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六大原因 早期检测至关重要 因为它显著增加了生存的机会 这一创新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巨大潜力 也为全球癌症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那些故事从气候变化的认知转变到健康科技的创新 再到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展现了我们如何在面对挑战时 不断进步和寻求解决方案 无论是个人转变还是科技创新 这些努力都为我们构建一个更健康 更可持续的未来铺平了道路 但最近的一系列报道中 从科技巨头的人工智能进展到国际关系的策略调整 再到考古发现中的微塑料问题 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元而紧密相连的世界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当前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趋势 还凸显了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Yahoo US的报道提到 投资者对微软和谷歌分别宣布的人工智能进展反应积极 微软宣布将与饮料公司可口可乐合作 利用其Azure云端生产力软件进行实验 被一消息让微软的股票价格上涨了2% 这一涨幅得益于超出预期的季度业绩 而这一业绩的提升则与人工智能有助密切关联 与此同时 谷歌披露了YouTube搜索和其云计算业务的I化准备就绪的消息 使得谷歌的股票价格上涨了10% 这些进展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应用潜力 也凸显了投资者对于I技术的高度关注和期待 在国际关系方面 The Globe and Mail的一篇意见文章 强调了加拿大必须为美国的政治变动做好准备 无论谁成为总统 文章指出随助美国日益趋向内向和民族主义 加拿大必须发展一套积极的策略来维持与美国的关系 要包括深化双边利益相关的机会 利用加拿大资源帮助共同盟友 以及投资基础设施和技术 以保持在数字时代的竞争力 文章强调制定这样的策略 巩固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 并减少单边行动的风险至关重要 这一方面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 揭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在英国约克什的两个考古挖掘地点 发现了微塑量 这一发现不仅表明 人类当代活动对独特科学资源的污染 还可能促使考古行业进行重大反思 研究团队在调查中 发现了16种独特的微塑料聚合物类型 微塑料的存在可能改变土壤化学性质 导致有机遗骸的腐烂 这对于考古学的未来研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 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 展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从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 到国际关系中的策略调整 带到对环境问题的新认识 我们看到了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这些变化不仅对商业 政治和科学界构成影响 还对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影响 随着这些挑战和机遇的不断演进 我们如何适应和利用它们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在当今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 各国都在积极推动科研创新 以期在全球竞争占据有利地位 而这背后的挑战和困难却是多方面的 从资源分配的不公 到技术应用中的道德问题 再到国际间的政策争议 都在考验住各国的智慧和策略 《兰华早报》的报道指出 中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个显著的障碍 那就是投闲驱动的研究方法 在这样的系统下 科研资源的分配往往偏向于那些 已经获得知名项目投闲的研究人员 形成了一个资源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循环 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创新的可能性 还导致研究人员更倾向于从事 能够迅速产出成果的项目 而忽视了长期的 可能带来突破性进展的研究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官方已经开始调整研究评估框架 并取消了科学家在申请国家资助时 必须提供项目投闲的要求 但印度技术应用带来的另一个挑战 使信息的真伪难以辨识 同样是南华早报的报道提到 在印度的选举期间 出现了利用I技术制作的 将宝莱物明星操纵成为政治信息代言人的深违视频 这些视频中 著名演员阿米尔·汉河·兰比尔·卡普尔 被操纵批评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并支持反对党国大党 这些演员已经否认了与视频的关联 专家警告说 真伪技术给公众带来了辨别真假信息的负担 政治党派不应该在其竞选活动中使用被操纵的内容 而在美国 关于TikTok的争议则凸显了国际政策的争论和后果 《环球邮报》的Gas Carlson指出 美国国会通过的针对TikTok 可能会导致用户从一个问题换到另一个问题 这项立法旨在减轻TikTok 复为中国政府间谍机制的潜在威胁 但Carlson认为 这可能会加剧私人信息和影响力 在少数国内科技巨头中集中的问题 如果TikTok被禁 对大的受益者将是米勒 而Carlson声称米勒在个人信息的道德处理方面 最令人怀疑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科技进步和应用中的挑战 无论是资源分配的不公 信息真伪的辨识 还是国际政策的争议 都需要我们在追求创新和进步的同时 不断思考和平衡技术的应用与其带来的后果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科技的发展 服务于人类的福祉 而不是成为新的问题源 在科技产业的急速发展下 人工智能I的应用与需求正迅猛增长 这一现象促使各大科技公司 投入聚资于幕后技术的升级之中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 辽马逊米兰和微软等公司 正重新规划其数据中心 并建设新的设施 以适应I的发展需求 仅2024年前三个月 微软米兰和Alphabet三家公司 就已经在数据中心和其他资本开支上 共同投入超过320亿美元 这些企业对于I的投资并没有放缓的意向 准备在I基础设施上再投入数十亿美元 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反映出 建立庞大的技术基础设施 对于支撑I发展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博物馆领域也在经历一场革新 纽约时报的另一天报道 介绍了克里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在进行的 5亿美元翻新工程 这是自1955年牵制限制以来最为重大的改造 改造计划包括新增两个展厅 动态地球和演化生命 以及对博物馆外观的重新设计 被刺翻新旨在为访客提供更加沉浸式的体验 使展览变得更具互动性和吸引力 预计将于2019年12月完成 这一改变体现了博物馆 如何利用创新手段来赋予自然科学新的生命 在金融投资领域 《环球邮报》的一篇文章 则提醒投资者在面对市场波动时保持冷静 文章作者David Berman强调 由于平均投资者在市场实际上的把握能力较差 常常在市场下跌时出售股票 试图减少损失 但这种行为往往是徒劳的 Berman建议投资者避免在危机时刻做出冲动的决定 而应该每月固定投资一定金额 定期对投资组合进行再平衡 并寻求财务顾问的建议 这样的策略有助于投资者在动荡的市场中保持稳定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这三篇文章分别从科技、文化和金融投资 三个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在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都需要不断适应和创新 才能保持竞争力和稳定性 无论是科技公司对而挨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 博物馆对展览方式的创新改造 还是投资者对金融决策的冷静思考 都体现了在面对未来挑战时 创新和理性的重要性 但最近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世界银行会议上 《安华早报》的资深记者安东尼·罗利指出 《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辩论》中缺乏智慧 他认为向爱燕曼 佛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 有责任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 优先考虑智慧和反思 而不仅仅是知识和信息 罗利提出在21世纪 世界虽然信息泛滥 但并不一定因此变得更加明智 他建议 人工智能还可以解放人类去追求智慧 这种观点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 在信息时代 我们需要更加注重深度思考和智慧的培养 而不是仅仅沉浸在信息的海洋中 与此同时 迈阿密的阿德里安·阿神特表演艺术中心 Adrien Arts Center 收到了来自格林家族基金会 信托Green Family Foundation Trust的 250万美元捐赠 用于支持其艺术和教育项目 雅虎美国报道称 该基金会承诺为中心的捐赠基金 匹配高达200万美元的捐款 为了表彰这笔捐赠 忠心设立了多罗西亚格林教育和社区参与主席职位 并授予了剧院毕业生哈罗·奥地维罗斯 他目前担任阿神特中心教育和社区参与副总裁 另一举措不仅展示了私人捐赠对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重要贡献 也强调了社区参与在艺术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这一方面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 尼泊尔因雷电引发的死亡人数上升 这一问题引发了对安全避难所和更好天气预报的呼吁 2019年至2023年间 尼泊尔有360人死于雷击 这一数字超过了雨季期间发生的年度洪水死亡人数 一项最近的研究发现 2016年至2020年间 尼泊尔经历了超过100万次危机 雷电活动在3月至8月间最为常见 尽管雷电在南部边境地区更为频繁 但中部地区的伤亡人数更高 雷电对贫困社区的影响尤为严重 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工人尤其容易受害 尼泊尔目前缺乏必要的雷电预警系统技术 尽管水文和气象部门在2017年 在各个机场安装了9个雷电检测站 这些检测站后来因机场无线电频率的干扰 而被移至附近地区 并自2022年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 这些毛道共同揭示了全球面临的多重挑战 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辩论中的智慧缺失 到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资金支持 再到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风险 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 私人部门和地方社区共同努力 通过深思熟虑的决策 慷慨捐赠和先进技术的应用来解决 在信息泛滥的时代 推斥艺术与教育的发展 以及提高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能力 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 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心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